Happy Summer Channel 來到Happy Summer Channel 我今天會做一個小食宴 這是一隻生雞蛋 可否真的做到一個蛋蛋煲呢? 我們看看這個小食宴要不要什麼材料 好,材料很簡單 就是需要生雞蛋、白醋和一個氣餅 好,我們先把白醋放進去 把氣餅開蓋 然後呢 就可以倒進去 浸泡整隻雞蛋 很酸的磨豆 好 會不會就是這種酸味 令那隻雞蛋可以變成蛋蛋波呢? 好,然後我們就放雞蛋了 好香啊 我現在呢 就扭蓋了 它有很多很小小的 泡泡 包圍著一隻雞蛋的 是不是現在就完成了這個實驗啊? 不是 要等兩天才行 雞蛋 好像生了白頭髮一樣 我就當你是寵物 我就當你是寵物 那我們隔了兩天之後 就可以看到成功 即是不成功了 剛剛看到雞蛋脫了一層皮啊 現在呢 雞蛋還是被很多bubble包圍著的 其他地方呢 都開始脫皮了 又脫了又脫了 哇 看不看到啊 剛剛又轉了一個圈啊 脫了整塊啊 你們看看 哇 它現在慢慢地升上去啊 好可愛啊 哇 脫了全層了 弟弟看看 它呢 就脫了面層了 但是呢 又好像 那些泡泡又包了 那隻雞蛋啊 所以是不是又會脫呢 我會留意最新的情況 最好 告訴你們 我繼續看先啊 過了晚了 我覺得這隻雞蛋 不知道為什麼大了 還有呢 這裡有一條烈毯 不知道它會 脫了還是怎樣呢 那呢 我以為呢 今天的實驗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它又脫了多層皮啊 所以我就決定 觀察它多一天 這個呢 實現原來 去到第三天了 看看 還差一點 我們等多一會 這個就脫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 倒出來 看看成不成功啊 這些草呢 都還沒算 我現在倒出來啦 我準備拿起它了 很緊張啊 我準備拿起它了 很緊張啊 很緊張啊 我之前不是說過呢 它好像浸了下醋大一點 原來是真的 你們先看看吧 它們兩個雖然都是生雞蛋 但是呢 這隻雞蛋呢 經過三天浸了醋之後 它會在生雞蛋的情況下 沒有了醋啊 我真的很想馬上玩 但是你要輕輕的 如果不然它會爆的 這個是有醋 這個是沒有醋 這個是沒有醋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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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一個 蛋殼的雞蛋呢 你還可以看到蛋黃 在屁股那裡 我真的試試它 明明是真的可以做到蛋黃的波 我準備啦 它真的彈的 它彈很多次喔 原來沒有我想算中那麼容易打 你剛才是不是以為我玩一個蛋黃的波啊 是一隻生雞蛋來的 這個蛋黃的波真的成功的 我們現在就進行一個測試 一個浸了醋的雞蛋 和一個沒有浸醋的雞蛋 看看它們從高空掉下來會有什麼情況呢 原來兩個呢 是一起爛 反而是這個蛋 是我這個沒有啊 那這隻蛋可能是因為 我們彈了太多次了 所以它就馬上爛了 Oh no 那這隻蛋 那這隻蛋 也是爛的 不過沒有這隻蛋那麼厲害 因為這隻蛋脫了殼 這隻蛋沒有 那這個也是 還有一層衣包著它 很明顯是一個生的蛋 好像腐皮啊 剛才呢 剛才呢 就是靠這層包著它 令到可以做蛋蛋波 這個實驗呢 好成功啊 其實它也是蛋蛋波 但是呢 它也會爛的 那這隻蛋就 一直都會爛的 因為 它不會是蛋蛋波 因為我們沒有浸醋 那今天很成功啊 我也覺得很好玩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 訂閱 按個讚 分享 還有鈴鐺啦 拜拜